大家好,我是Selena,是燕斯物業負責英國中部的同事 我今天來到Covventry的時中心,即是CV1 在我身後就是今天要看的單位 就是一個比較新型的住手大廈 會看一個兩房的單位 你會看到樓梯上會直接進去各住戶 大概有四、五層高度 旁邊這個門口,下面就是一個停車場 路邊所有的泊車在Covventry始終都是市中心 其實都要差不多一磅一個小時或一磅半一個小時 所以長遠來說,這個設施和有車位的配套是很好的 還有這裡的外場上,你會看到每一個單位都有一個小露台 你會看到它層層都有一個,好像香港那些小露台 每一個單位都有些落地玻璃,感覺上都會比較開揚 我們進入到兩房的單位 因為今天的租客已經擺設好自己的傢俬 用品已經開始入住,所以我們今天特意來看看 以及拍攝一下 你會看到一進入到這裡,它就會有一個長的走廊位 這個就是它的Horway 這裡也是一個對講機 然後它也安裝了一些走廊的位置 有Dunlight,也有Fire Alarm 而這個因為是一個住宅的大廈,所以全屋都是用電暖爐的 就像這些斷亂爐 現在冬天其實它都很暖的 因為之前業主都要在這個單位裏做了一些裝修 我們現在都會講一講究竟哪些是業主裝修了 當然有部份的傢俬也是業主添置 但有部份日用品的住戶自己去添置再去買 首先在地板的位置 剛才所說的這個客飯廳 因為他們比較是一個開放的廚房 客飯廳的地板和走廊這裡全部的地板 都是新裝的 就是Lemonette的地板 因為本身之前前升的地板 都已經有很多的花痕和跡 所以就決定再換回 另外這一組的廚櫃 其實是業主都重新再重新做的 有部份在這個廚櫃裡面 因為比較舊色 它也都改過 顏色方面 還有補過一些油 我們也看看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沒有改變的 這個worktop 也是一個 就是Lemonette的worktop 它也都有一個 我的洗碗機 洗衣機 這個就是洗衣 洗衣連乾衣 然後就是電磁爐 然後也是 因為這個 其實它們是內循環的抽氣線 然後就是焗爐 之前我們都清洗了乾淨的 這些就是本身是住戶自己再添置的 雪櫃 那個小雪櫃 都可能都不夠大 這個就是我們提供的 那個租客他自己 都再加多個大的雪櫃 這個就是因為方便他們Family 所以今天可能他們自己都有用餐 那個梳化那裡 通常一般來說 都會是我們 作為業主就會提供的 那個飯桌或者一些椅子 都會是由業主去提供 那當然這些的層設 或者他想再添置 就由租客去決定 那另外就是窗簾和窗簾布 通常業主都會提供的 那也就是我們都做了一個 因為這裡就是對出市中心 你會見到這個就是 coventry市中心CV1 一個很繁忙的地段 然後就是他們的rain row run about 去出不同的地區 那現在關窗其實都很靜 那當然開了窗就會比較吵 那我們看第一間 第一間就是主人房來的 那這間主人房其實都很開揚的 你會見到它的窗的位置就是兩邊窗的 其實很少就是住宅的單位會有兩邊窗 而一邊呢 這邊的窗就大概是米五 成米五左右 那我們也都因為它是近住的 就是街 所以我們除了有八葉鏈之外 業主也都加多了一個窗簾和窗簾布 你會見到 那另一邊呢 就會是一個落地玻璃 就是好像一個V型那樣 那它也是對著街的 那所以也都因為如果之後早的話 你的陽光的感覺就很充足了 因為它有兩邊的 一邊就是落地玻璃 一邊都有一個很大的窗 那所以陽光感基本上我現在都不用怎樣開燈都已經很夠光了 那你會見到啦 那這一間屋裏面呢 其實呢 基本上那些牆身呢 有部分我們都有過有的 補過有的 那而本身那些傢司呢 那些床呢 我們也有幫業主添置的 那但業主可能本身就是家人 那所以他就自己再加添 那還有也都通常呢 就租住宅的單位呢 那我們都會提供呢 就是這些的床頭燈啦 還有呢 就是床頭櫃啊 或者叫做床頭桌啊 那就方便他們呢 就是在那裡呢 就是看書啊 或者開開關燈啊 這間房的尺寸呢 其實呢 都講緊差不多 4米8乘以4米的 那所以都有接近200呎的空間 那你會見到他就算擺完多張床 跟著再放上書櫃 再放上衣櫃 這裏旁邊都還有一些的 就是如果你真是很需要 儲物的空間都還有一些的矮櫃 那你可以再放的 那當然現在他就因為夠就不需要了 我們來到第二間的睡房 那第二間的睡房呢 基本上呢 因為那個 除了我們做長生那裏 做了少少部分的保有 因為可能有前身的租客呢 就有些的釘洞痕 那我們都是有白色的長生 那另外呢 我們就在那個 就是另一邊那裏 我們都做了一個 就是好像feature wall 那樣的 就感覺上好像有格調一點 那跟著我們都會做了 就窗簾 窗簾 窗簾布 那也都因為正如剛剛所說 那我們都需要呢 就是因為他比較近階 那所以他有白鹽鏈之餘都會加上個窗簾 和窗簾布 那窗簾呢都盡量就是 就是比較透 就是擋光一些 就是比較真的黑一些 那就 因為有時候你會見到一些屋呢 他們喜歡的窗簾很薄 好像薄沙那樣 但因為始終它近著市中心 都是要比較擋陽光的 那另外呢 這一個 第二間的睡房 那個尺寸呢 就相對來說 第一間就會小一點 那這裡呢 就大概是三米半乘以三米二度 那就是八多尺度 那我們再看看浴室 那浴室呢 其實呢 業主也都沒有做過一些很大的改動的 那都是做了一些小小的收收補補的 那最後呢 那我們都分析一下 那基本上這個單位 投資者他的回報會是怎樣 究竟現在的最升的租金 情況會是怎樣的 那其實這個兩房的單位 那現在市場價呢 就大概賣著 175K至180K左右 那當然投資者兩年前買就更便宜 那我講這個市場價就是 170至175K左右 那另外呢 他的租金回報呢 就大概每個月呢 就950磅的 那而他的管理費呢 就大概 他一個季度收費的 那每大概三個月至四個月左右 那平均每個月就是收100磅左右的 那扣除他的管理費 那其實他的租金回報呢 就大概都有超過五里幾以上的 那其實在這個單位裏面 那為什麼當初投資者會選這裏呢 都在這個單位裏面呢 他也都覺得兩房的配套呢 都是足夠可以放到兩房的 那還有他也都中 當初呢 也都喜歡這裏的廳呢 都比較很大 那可以方便真的做一個開放式的廚房之餘呢 好像我現在這樣 開放式的廚房在旁邊 那你放到一張圓桌 四人桌 都都 然後旁邊呢 還可以放了三座位 還有一張 就是 梳化的 就是單人的梳化床 都還可以有很大的空間 那再加上陽光感都充足這樣 那所以這個都是他當初選擇這個物業的原因的 那另外呢 那其實這個投資者 那他再做了這個翻新 其實他花了多少錢啊 那他翻新了一些大概的項目是什麼呢 基本上呢 他不是好像一些房子 他要重新 就是可能是一個清潔的屋頂啊 跟著全屋要全部翻新啊 所有的間隔要間隔 他都是一些小修補的東西 例如可能他的廚房就比較多一點 就是因為他的爐頭 就是電磁爐就壞了 那他要添置電磁爐 那有些水喉他可能漏水啊 或者浴室那裡的花灑或者水喉 都是有少少滴水或者漏水 那他就要找人去弄回 那因為始終住得久 你都會有這些情況出現的了 那跟著那個牆那些大部分都是 因為始終出租物業 一切都是以簡單為主 那牆那裡他都會重新 有部分都要做回保有 因為可能前身已經有些孔痕啊 或者他裂痕就沒有的 只是有些孔痕或者轉過牆那些孔痕 那他就要保收回 那而最大的工程呢 就比較叫做這裡換了地板 因為他之前是那些類似有木式的地板 感覺上呢 是比較舊啦 還有比較有少少老套啦 那所以他就重新再鋪過一個 就是在Hallway 還有就是這個客飯廳 那再鋪過一個 就是這個比較淺色一點的 的地板 那幸好呢 那兩間房呢 雙人房呢 都不需要再 那另外呢 都有一些的電暖爐啦 因為這些的住宅的大廈 電暖爐是比較重要的 那其中一個電暖爐呢 就壞了 那就要修補了 那所以加起來 大概投資者就用了 就可能是幾千磅左右 就是4千磅左右 那就做了這些這樣的修補了 還有有部分的傢俬呢 其實他自己呢 就譬如可能 因為始終出租的物業呢 我們都需要呢 就是幫客人添置家資的 那這幾千磅呢 都包括添置一些部分的傢俬 例如可能是一些窗簾 窗簾布啊 那跟著就還有一些的 床頭燈啊 床頭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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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化啊 還有一些的餐椅 那但是因為梳化和餐椅 這個是會比較貴一點點的 那因為租客都有一些要求 那所以有部分呢 就是租客都比較了一點的 那所以大致就是這樣的情況啦 那現在投資者也都有 正如我之前所說啦 有COVID的時候 他是在說 就是真的沒有什麼人去看樓了 那是 都沒辦法了 都要出租了 那可能有750磅 那就一直去到現在 就950磅 就升幅成20% 那所以捱過了那個 就是比較艱難期啦 那現在都是他的一個 就是收成期啦 那相信大家看完這條片之後 對於住宅大廈 或者需要添置些什麼啊 或者有時候一些的 簡單的遺失又會做些什麼啊 那我們的那些 就是在COVID-19 究竟CV1 又會是一些什麼租客都要了解啦 那記得大家是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殷師物業的頻道喔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在倫敦、曼城、利物浦、百明漢 提供全面的物業管理服務 亦都有幫助海外的投資者在英國置業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電郵我們 去了解更多的資訊